好來關心到在這一次 零四零三花蓮大地震之中 有立下大功的就是這一隻高雄的 搜救犬Roger 因為他在六號的時候 是跟著這個特搜隊的隊員 在花蓮沙卡當步道 找到了第三位罹難者 弧姓女子的遺體 過去還沒有成為搜救犬之前 是官務署的企圖選 但是因為太活潑好動了 小時候又是破壞王 才會在二零一七年被淘汰 結果當搜救犬卻相當的稱職 而他當時在這個國際IRO級 認證的終極考試 雖然考了兩次才通過 但是高級考試的時候 一舉拿下當年測驗的冠軍 而當時Roger就必須在 一千二到一千五百公尺的瓦力堆 限時半小時 找到三名生還的代舊者 Roger在十五分鐘內 就找到三人 對於這個反應 真的是非常的敏銳 是很優秀的搜救犬 如今也因為這次花蓮大地震 被外界給關注